七个号约来歇法这样 开讲一二三四五六 但特别好 不过这种方式 有些地方会重复 所以基本上 应该是跑一个回圈比较适 所以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会讲一个for回圈 那怎么样产生一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就是你有个范围性的话 你用for回圈 但如果没有一个范围 没有个范围像刚刚无穷回圈 让他一直跑 跑到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就break 或者是当某一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才跳离那个回圈的话 那就坏了回圈 所以下个礼拜的重点就回圈部分 所以下个礼拜再来看 有关热透彩 如果模拟更复杂 因为它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 假设开出来的号码有重复的话 那我要重新再让它跑一次 所以要重新让它跑一次的话 可能这个我想我在云端上有放 里面你要重新再跑一次 我这边会用到一个所谓的list 这个list的话是空的list 就产生list 因为先在list里面产生append的乱数有七个号码 然后再去看一下 这七个号码里面有没有重复的 那怎么算有没有重复最简单 反正你就是 一跟其他比 二再跟下面的比 反正全部比完之后一定就不会重复了 这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当然也类似的 这种写法蛮多的就在下面这边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看 最后的话再把它sort 其实list最好用就是它可以sort 它可以排序 然后再把它输出 这样的话绝对不会有重复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云端上我有放 所以我有把它放到那个 我们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要参考的同学 在下面这边都有 在下面这里 OK Python的程度 另外的话 如果你对那个VBA有没有 把它 其实我是利用VBA的逻辑 把它改写 所以这边有VBA的程式 如果你回去也想要用VBA 把它写一遍的话 可以再试试看 那还有呢 今天的话 我们主要是把上面这部分全部讲完 所以基本上我是在云端白板里面的 这个单元 OK 下面可能剩下那个乐透彩 下个礼拜再看 再来下个礼拜就回圈 回圈部分的话 当然包含FOR回圈跟FIRE回圈 这里面的话我们会做很多练习 反正就是让大家一定要熟悉 因为你不会回圈的话 很多东西是一定做不出来的 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那回去的话 如果有一些细节 你假如实在是有问题的话 那再就是自行再加到论坛里面 里面我会把那个 今天录影的部分 一样是把它拖到那里 你可以回去再把一些细节 就稍微看一下 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估论坛里面 等下试 你 这次就是